今天本土加17例確診 那包含上是在歌友會的接觸者 還有吸體用餐的顧客都有新增 那當中有一案 讓大家比較擔心的是出現在新竹市 是一名某公司的主管 他因為出現了一些症狀 覺得不太舒服 就做了快篩 發現是陽性之後 再趕快到醫院進行採檢 之後也針對他的家人做擴大採檢 發現一家四口都染疫了 不過目前感染源還不明 來聽一下指揮中心最新說明 因為他們裡面公司有一位工讀生 那懷疑跟這個明星 這個柯大這邊確診者有所關聯 所以他們就自己做了員工的快篩 那就這員工做了快篩之後 那只有這位主管 本身有呈陽性的反應 所以他警覺性很高 所以也就立刻到醫院採檢 那確定是陽性 那接著對他家人也做了採檢 那家人三名的家人 也都是陽性 那目前他這個感染源 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其他的人也做了都是陰性 所以這個還持續要做疫調 好 目前知道說在這間公司當中 還有一名是逐縣某科大的學生 那這名工讀生他跟之前確診的同學 並沒有直接的接觸 所以到底這一家人 主管以及他的這個家人 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還要調查 還有一案讓大家也很擔心的 是案18020 是一名防疫計程車司機 那他一採的時候 CT值是31.6 非常的高 不過二採的時候 CT值開始下降了 是降到了12 這代表病毒量是有在增加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應該不太像是一個舊案 而且加上說他在1月14號的時候 曾經載過入境的確診者 那當時遇到的狀況 是因為這名入境的確診者 上車之後才收到陽性的報告 所以為了避免再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指揮中心也針對這個航班落地採檢 要來擴大規模 接下來可能會針對像是南亞 或是東南亞的一些航班 來做調整 落地之後也要進行採檢 才可以離開 那最快這一兩天 就會實施